一分鐘看統全新英雄生徒爾特 這隻角色就是小丑的技能重置 這次改變最多的是被動技能 對於英雄普攻獲得一格被動 一技能射到獲得兩格 大招獲得三格 當被動累積四格就會進入強化狀態 能提升最多80%攻速以及20%跑速 並獲得強化一技能 沒有前妖想射就射 傷害變得更高喔 期間每次普攻還能減少一技能1.5秒的冷卻 更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疊滿四成會進入強化狀態之外 參與擊殺或者助攻也會進入強化狀態喔 一技能二技能大招基本上都不變 我感覺大招的動畫是比以前更久啦 現在普攻已經沒有強化子彈了 反而你要把握強化狀態的期間要多普攻 可以搭配使用大招後獲得高額的攻速 來減少一技能冷卻 在短時間內射出超多次一技能 最無腦的玩法當然是先普攻接大招 這樣就能疊滿被動 或者是你要大招後普攻也可以啦 反正疊滿四成就會進入強化狀態 放一技能之後普攻三次 就能再放第二次的一技能 接下來我們就去實戰 玩看看吧 哈囉早上嗨你好我是又哥 I'm yoga 今天要玩改版後的 生徒爾特 我發現蠻多人還不曉得 而生徒爾特就是小丑的重製版喔 他的一二三招的技能 跟以前的小丑完全一模模一樣樣 當然就是因為 去年吵著沸沸沸漾漾嘛 版權的問題 所以官方現在就是慢慢的 一直不斷的重製 DC英雄 目前我看官方重製的速度 差不多是 每半年會重製一隻 那之前大概在五六月官方是重製了 蝙蝠俠變成凱恩嘛 那生徒爾特我會蠻推薦 左下角 這套裝備 破陣 龍骨劍 王者之劍 我覺得還蠻核心的 至於魔紋的話 我自己還是會帶煉金 因為小丑在 前幾件 可能第三件或第四件 就會出王者之劍 那王者 當然就非常的貴啊 那為了讓我們在前期 前中期 能夠更快的出到王者 那當然帶煉金會更快一點 那小丑他帶煉金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的一技能能射非常遠 他可以在很遠程的時候 射人家 就能疊煉金 至於生徒爾特 到底要出天蟲好 還是出塵星好 我個人比較推薦出天蟲 因為你前面已經出一把王者很貴 那你要再出一件很貴的 塵星的話 是 比較困難 要遊戲玩滿久 才有辦法去出到那些裝備 再來一點是 天蟲有提供10%的冷卻 那生徒爾特現在真的還蠻吃技能冷卻的啦 二技能跟大招 很關鍵 OK 薩尼一個二閃 暈到了對面的凡恩 成功帶走 以目前魔龍路來說 生徒爾特算是 無counter的射手 之一 之二的話 可能是輸 其實這兩隻角色都還蠻吃 自己的技能準度 只要技能夠準 那當然沒問題 頭上出現了凱恩的符號 他竟然敢出來K我一下 我們直接 一技能 普攻 普攻 再一個一技能 直接射出兩次的強化一技能 而且 不需要有任何的潛咬 想射就射 這就是 改版後 生徒爾特他強的地方 忘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會說 生徒爾特是無counter 因為他的二技能 可以免物理傷害 在大概一年前 反而還沒改版的時候 他是可以打魔攻 能拿出來去克制小丑 那個二技能 免物攻嘛 那現在魔龍路 幾乎每一隻射手 都是打物攻傷害 那生徒爾特在前期對線 就非常的吃香 OK 其實我剛剛有點對不起薩尼 因為我知道 紅區很多人 我並沒有直接走進去 果然 人山 人海 OK 薩尼你的犧牲是值得的 那我在開頭精華的時候 有提到 我發現生徒爾特大招的手感 是比以前再更差一點的 就是我開大 他會 跑到敵人的身邊 放一顆炸彈再回來 那以前就是很順暢的 過去再回來 那現在呢 過去之後會在敵人身邊 停留大概零點幾秒 才會跑回來 所以那個動畫的時間 明顯 就是變久了一點 其餘一二技能 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喔啊 完蛋 被抓了 復活之後 反更再推塔 沒關係 一技能先射他 兩格的被動 那這邊就是二技能 加大招直接開 再來強化一技能 瞬間收頭 改版之後啊 整張地圖 我覺得改變 最多的是在 野區 還有龍的部分 那當然 部分河道的草叢那些 也有改變 應該蠻多人不習慣吧 我自己也會不習慣 但這些草叢的位置啊 龍的位置 就是要稍微去玩 也就是 拿經驗去做累積 慢慢的你就習慣了 反而想跟我打架欸 強化一技能 他差一點點 他叫了瞬移 我沒有死掉 先把塔推掉之後 就要小心凱恩了 果斷交了瞬移 給個尊重 沒交瞬移 我應該早就死掉了 那回頭 牽制一下 牽制一下 救一下維拉 小可愛 回補之後 這隻凱恩 還在這邊 他是不是天真的以為 他是百分之百運行啊 他說不知 你只要走到敵人防禦塔底下 就會被看到 這個大家要注意喔 你不論是隱身 還是你是潛行狀態 只要走到人家塔底下 你通通都會被看光光 右邊蹲了薩尼 然後還有小青 所以這邊來賣一下 二技能 別擔心 再用大招拉距離 強化一技能 可惜 葉娜沒有死掉 喔有了 死了死了死了 然後再強化一技能 幫忙 小青牽制一下 但我自己 也快要死掉了 那我就想到 可能會有凱恩 沒錯 真的有 不過他的目標不是我 讓你給他知道 好啦 安全的撤退 凡恩還在做 我有二技能 直接回頭大招接強化一技能 差一點抓掉他 那這個凱恩 哇 好吧 那最多就只能這樣啦 卡莉應該能死啦 他死的話 我就會再多一個助攻 目前我的裝備是出到龍骨劍啦 那出到王者之後 我的瞬間傷害更爆炸 那我也有想過 魔龍要不要帶死亡詛咒 也可以考慮 因為我現在的瞬間爆發 是真的蠻痛的 再搭死亡詛咒 應該會痛上加痛 雖然我的二技能能免 物攻啦 但現在 還蠻多強勢的 法師系打野 像是齊羅阿 潘因阿 深圖爾特都還蠻害怕的 畢竟 我 並沒有 戴任何的位移技能 只能單靠瞬移 但瞬移冷卻還要120秒 所以只要看到對面有深圖爾特 還蠻推薦 用法師系列的打野 齊爾 圖倫 齊羅 還有潘因 都還蠻好用的 走到中路 吃個冰 凱恩出現 阿福就還好 剛剛接技是不是有失誤 再加上 好感動喔 薩尼直接給我清新 幫我補了一點血 偷偷摸摸 跟著 小可愛維拉 走到 藍 這邊的草叢 現在吃紅真的要小心 你看旁邊有多少草叢 所以打野隨時都會被抓的感覺 完蛋 太空空 原來是個誘餌 旁邊有凱恩 又有葉娜 當成隊友 因為順風的關係 打贏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 而且還是全軍覆沒 對面全倒 上路直接 一波結束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這次改版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來熟悉整張全新的地圖 生土耳特就分享給大家了 我是優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拜拜